一家地方的停车公司 咋就闹到了市长道歉 停业整顿 上级调查的地步 这公司叫惠博 是南宁的一家国企 不少当地网友表示 这公司有点坑 一方面道路停车收费贵 临时停一天 能要你一百多 为此有的车主 甚至欠了几万块钱 那嫌贵不开车 骑电驢或者自行车行吗 没想到 这种车停路边也得交费 免费停车时间还特短 路边吃完一碗粉 就发现自己签费了 停车费一碗粉都贵 更引发关注的是 该公司还跟当地一家法院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号称对该公司的案子 要优先受理 优先立案 优先判决 优先执行 这就让人很不识自闻了 怎么着 法律面前 还有企业优待不成 城市道路资源紧张 收费没问题 不少城市都有类似的公司 整合统筹本地区停车资源 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 但收多少怎么收 如何既方便群众出行 又不加重百姓的负担 就得讲究精细化 透明化 别的不说 给非机动车停车收费 有没有依据 这在其他城市很少见 再说 平时的法院要给公司背书 给他们优先 这是不是区别待遇呢 公平公正营商环境 何在 在进步讲 这种有一定垄断性的公司 高收费标准下 却一直亏钱 收益怎么上缴的财政 钱花哪了 有没有猫腻都得调查组 好好查一查 挖一挖 事情到大后呢 广西的动作很快 上级成立的调查组进驻 该公司停业整顿 跟区法院签的协议呢 也已经被广西高院 裁定无效 但这事值得反思的地方 还很多 一件影响到这么多老百姓 切身利益的事 为什么事先没有广泛 征求群众意见 走听证论证 收集意见建议等环节 非得闹大了才解决 一件本来是为了 整合资源 提升城市管理的事 他就弄得这么糟心 看来 对有些地方来说 要实现依法 科学 精细化管理这个目标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点赞关注人民日报 侠客岛 我们下期接着再聊 拜拜